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女孩总是吃不饱,喉咙也非常痒,用手电筒一照,喉咙里居然有手指的故事 克莱德是一名优秀的男球教练,虽然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可他还是没能处理好家庭的关系 跟妻子已经离婚,但他非常爱自己的两个女儿,每个周末都会带自己的两个女儿去自己那边居住 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克莱德只能搬到郊区的新家居住,位置比较荒凉,大女儿很嫌弃 可小女儿高兴坏了,第二天克莱德开车带了两个女儿出门,路上看到有人在处理自己的旧物件 大女儿提议父亲应该买点东西充实家里,而此时的克莱德正在打电话 于是两个女儿开始挑选东西,这个时候小女儿发现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他激动向克莱德说自己很想要这个盒子,克莱德同意了 这时小女儿注意到一个女人走过,他随着好奇心找到了屋子的窗户前 然后有些吃惊地看折房子里面,窗户里有个人挣扎着起来 想要告诉小女儿一些警告,但却被进去的护工压了下去 然后拉上了窗帘,小女儿受到了惊吓,赶紧离开了这里 回到了克莱德的家,小女儿十分感兴趣地打量着这个盒子 可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盒子,摇晃后发现里面是有东西的 到了晚上,仿佛是盒子发出了一语,让小女儿睁开了眼睛 于是她把盒子抱到了床上,一个偶然,或者本就不是偶然 她的衣服挂住了一个开关,然后盒子就被打开了 里面有一只虫子,还有一个奇怪的戒指,小女儿戴上了她 盒子里面有小布玛和牙齿,小女儿打开了盒子,似乎很开心 抱着盒子就睡着了 第二天,小女儿一直目瞪着丁折自己的戒指看 这引起了大女儿的怀疑,她询问妹妹是否还好 小女儿说觉得自己很古怪,太不像自己了 大女儿以为是爸妈的离婚带给小女儿的创伤,并没有多在意 到了晚上,又有一语在叫着小女儿 小女儿睁开了眼睛,此时的盒子已经打开 到了早上,克莱德到房间叫小女儿吃早餐 但是小女儿就那么一直盯着盒子里的禁止,一点反应都没有 克莱德发觉不对劲,赶忙把小女儿拽醒 但小女儿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克莱德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但是似乎没有发现异常 早餐的时候,小女儿面无表情地不断往嘴里送吃的 克莱德提醒她慢一点吃,但小女儿并未理会她 见小女儿没反应,克莱德拍桌子警告 但小女儿扭头就是一叉子 当克莱德站起来后,小女儿才反应过来自己扎了父亲 父亲并没有责怪她,让她回了自己的房间 早晨大女儿在刷牙,无意间听到了周围传来的嗡嗡声 她打开柜子,发现里面全是虫子 克莱德纹身赶过来,也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时大女儿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 小女儿的房间里涌满了很多虫子 克莱德赶紧推开门 发现小女儿就坐在虫子中间抱着盒子 大女儿吓坏了 克莱德赶紧过去抱出了小女儿 之后克莱德只好请来除虫的人来清理房子 小女儿这一句话都没有,就精直上了克莱德的车 他们来到妈妈这边 克莱德把小女儿一尝跟妈妈说了 可妈妈完全不相信 她觉得是父母离婚的问题引起的 克莱德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只好先离开了 当天晚上,小女儿就给克莱德打去电话 询问盒子的事情 并让克莱德千万不要去碰自己的盒子 克莱德答应了她 但还是去打开了盒子 她也见到了盒子里莫名其妙的东西 小女儿在妈妈这边正在放水准备洗澡 她抬起手对着静止 紧接着感到一阵恶心 于是小女儿查看赏子里到底有什么 她打开手电筒 发现喉咙里居然有两根手指爬了出来 小女儿吓坏了 当她再一次看的时候 却什么也没有 她越来越木了 即使浴缸的水满了 她都毫无察觉 第二天 小女儿上课的时候也是无精打采 一个逃适的同学 把她的包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然后打开了包 发现了盒子 这盒子不是在爸爸的家里吗 怎么又到包里来了 算了 不管了 小女儿发现后立马变脸 然后就疯狂抢包 甚至还打了她几个耳光 幸好被老师及时拉开 随后小女儿被请了家长 老师说了小女儿的情况 觉得她越来越暴力 顺便没收了她的盒子 而克莱德两口子 还是觉得是离婚对孩子 造成了影响 两人还因为是谁的问题 发生了争吵 到了晚上 一个人在学校 加班老师突然听到了一语声 教室里也刮起了大风 还没来得及反应 老师就挂了 第二天 爸爸跟小女儿一起吃饭 问小女儿今天为什么放假 小女儿面无表现地说 是因为老师死了 还请求爸爸帮忙把盒子 从学校里拿出来 爸爸很疑惑 为什么盒子对她那么重要 小女儿这才说出 盒子里有一个她的朋友 两人关系很好 自己吃那么多 就是因为朋友很饿 克莱德终于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从学校把盒子拿了出来 最后决定把盒子扔在附近的垃圾站点 在家里的小女儿 似乎感应到了盒子被扔 坐在床上颤抖着 当克莱德回来后 小女儿哭喊着询问盒子的位置 可克莱德并不打算告诉她 趁着克莱德没注意的时候 小女儿独自跑出了家门 当克莱德追出去的时候 已经看不见小女儿的踪迹了 小女儿精准地跑到了 克莱德扔盒子的地方 然后拿出了盒子 放在空旷的地上 接着盒子自动打开 从盒子里飞出了很多虫子 顺着小女儿的嘴巴 飞进了她的身体 当克莱德赶到的时候 小女儿已经昏迷不醒 克莱德终于意识到 现在需要做点什么了 他抱着盒子 找到了学校董行的老教授 老教授一见到盒子 就觉得非比寻常 仔细看了上面的字后 发现这是一个恶灵盒子 邪恶的灵魂 正被这种方式 存放在盒子里 只要不打开盒子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教授不知道 小女儿早就已经打开盒子了 回到家后 克莱德开始上网研究 驱魔的资料 终于发现了一个 名叫沙菲尔的驱魔人 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他按照地址找到了沙菲尔 沙菲尔也注意到 他手上的盒子 于是带他见自己的父亲 父亲看到盒子后说道 盒子里的恶灵 会寻找一个合适的宿主 然后慢慢地让宿主 和其他人远离 最后将和宿主融为一体 恶灵会让宿主喂养他 直到宿主变成一具空壳 简而言之 就是最终宿主会死 想要制止恶灵的唯一办法 就是举行仪式 呼喊他的名字 命令他回来 但要进行这个仪式非常危险 恶灵会随时附身到一个 发动仪式的人身上 所以没有人愿意尝试危险 克莱德几乎要落泪了 好不容易抓住了救命稻草 如今却没人敢帮自己 在他一个人湿漠离开的时候 沙菲尔叫住了他 说自己愿意帮助克莱德 与时同时 在办公的妈妈听到一点动静 她起身查看 发现声音来自厨房 当她见到小女儿 正吃着冰箱里的生肉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的小女儿 似乎就要完全被恶灵吞噬 她一边拿起玻璃放在妈妈的脖子处 同时又在努力地克制自己 最终还是没有抹了妈妈的脖子 第二天 小女儿在赶走妈妈的新男友后 突然倒地开始抽搐 大女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紧打了120 与时同时 沙菲尔打破了核子里的禁止 露出了几个字幕 沙菲尔也知道了恶灵的名字 交哀必酌 这边小女儿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打算先来一个核池共振 然后避抄心电图胸透血肠龟 尿肠龟肝肾肾功能 在拍完照之后 他们意外地发现 小女儿的胸前有一张人脸 扫描结束后 妈妈陪在小女儿的病床旁 这时克莱德也赶了过来 他打算就在医院解决这只恶灵 而驱魔需要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 于是他们躲着医生 来到了楼下的理疗室 小女儿被放在了一个台纸上 沙菲尔点上了七只蜡烛 小女儿恶恶地看向了沙菲尔 仪式一旦开始就必须完成 恶灵也会阻止仪式 所以信念一定不能动摇 学着仪式开始 小女儿开始挣扎 沙菲尔开始念经文 一家人不断地质押着小女儿 突然大风袭来 小女儿一个翻身就要掐死沙菲尔 大家赶紧帮忙 可都被小女儿打翻跑了出去 我觉得可能用陈玄杖的儿哥三百手 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这时沙菲尔说 小女儿已经完全被恶灵侵蚀了 可克莱德不愿意放弃 她追到了停尸间 突然小女儿从天而降 骑在克莱德头上 两人开始牛打 克莱德为了女儿 不断地喊着让恶灵伤自己的身 放了自己的女儿 过了没多久 小女儿似乎被恶灵抛弃了 克莱德不断地靠近小女儿 小女儿也向克莱德走来 当另外三个人推门而入的时候 克莱德正和小女儿紧紧地抱在一起 妈妈和大女儿也冲上去 一家人抱在一起 这时小女儿的戒指从手上慢慢脱落 沙菲尔明显感觉不对劲 因为恶灵不会凭空消失 于是她开始冲着一家人呼唤恶灵的名字 终于克莱德表现出了不对劲 妈妈赶紧把孩子们拉开到安全距离 随着沙菲尔的呼唤 克莱德身体里的恶灵马上邪怒出来 她拉着克莱德狠狠地装在了墙上 灯光忽明忽暗 沙菲尔再次开始了仪式 她念着经文 呼唤着恶灵的名字 箱子也慢慢靠近了克莱德 然后自动打开 随着虫子出现 恶灵也爬了出来 朝着河纸爬去 最终恶灵再也没有机会打扰这一家人了 克莱德和两个女儿紧紧地抱在一起 沙菲尔捡起地上的戒指 抱着河纸离开了 深藏公语明 经过这一粘串的事件后 克莱德两口子也和好如初 一家人又重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后克莱德给沙菲尔打去电话表示感谢 沙菲尔也开车带着河纸 打算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 这两个刚认识的患难朋友刚挂了电话 一辆大货车就撞了过来 沙菲尔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沙菲尔肯定隔屁了 就这样何止也被甩到了远处 等待着下一个好奇的人捡到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 难押电话也不行 过马路时要先看看左右 尤其是没有怒登的时候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